至於第二關,選擇三十四場 歐洲國家聯賽,意大利對葡萄牙 其實這場球,我也是選擇中位數2.5球的入球勢 1.57倍,雖然賠率上是1.57少少少 最大的問題是因為他開機會率高 就算過關來說,成落後也有一疊 我們先看看兩隊的近跡 其實意大利,也是一貫的作風 多年意大利比我感覺上,都是穩打穩宅的球隊 都是猜球為主,少少滲入為主 所以很多的和球,就算贏球也好 都不會大比數 反而葡萄牙近幾季,始終有斯朗 迪瑪利亞那些 基本上就是,感覺上進攻模式 變化多些 所以他就算踢世界杯,或者是國際賽 其實他贏球和和球都是多的 所以變相來說,要買主客和的 正常我來說,我一定買葡萄牙多於意大利 起碼葡萄牙肯攻先 進攻上是多元化的 我們先看看歐洲國家聯賽的 計分情況 其實,在主客場四場賽事裡 葡萄牙現在拿了六分,踢了兩場 兩戰兩勝 意大利和波蘭其實踢了三場 意大利這場是第四場 即是最後一場 他拿著六分 他要拿過A組的首名出線 即是他只有一名可以出線 而踢下一輪的四場戰 但他要拿三分 其實只有七分的話 葡萄牙有六分 在這情況之下,葡萄牙還有一場對著波蘭 基本上那一場可以拿一分的話 或者是全取三分 意大利已經是沒有意思 即是非常被動 其實主動拳也是在葡萄牙方面的 在這情況之下 無需和你急 再加上一件事 其實這場我和你 基本上你已經出局了 我已經拿了一個首名 入四強 可以爭取第一屆的冠軍 在這情況之下 可以看你 葡萄牙 那你 這方面的 其實他剛剛 這場有預算 贏三比一 對著波蘭贏三比二 其實主場對著意大利 都是贏一顆的 在這情況之下 無需急攻 這個情況 開個小的機會是非常高 所以這倍率1.57 是很正路的